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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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华裔法官黄洪威冯树光将从明年度开始分别担任旧金山首席法官和助理首席法官 超过160年历史的旧金山高等法院一直到2013年才首度有华裔女法官林明美担任首席法官 旧金山高等法院有52名法官一名助理法官 每一年的首席法官和助理首席法官都由这52名法官互相推举选出 下一届的首席法官黄洪威在旧金山出生长大 毕业于Pansylvania大学法学院 曾经担任律师 他善于处理电讯诉讼案件 即将接任助理首席法官的冯树光 在香港出生 毕业于西斯汀加州大学法学院 会说多种中国方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